埃及哲学的主要前提是一就是全部,全部就是一,以这样的方式,整体的原则包含了其所有部分的总和为整体,这就可以理解,对古埃及人来说,天就是人,人就是天,所有的人加起来就是天,而天不过是一个人。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活的宇宙的问题,也是一个活的实体,因此,它是复杂的,充满了不同的互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是抑制的。 在埃及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中,神圣的领域和世俗的领域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每一个行动都被认为是该行动在神圣活动领域的世俗代表,无论它多么平庸。 在这样一种方式下,每一个行动都是通过有意识的思想来完成的,所做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神圣的,这意味着世俗的一切都在同时是神圣的。 在这个前提下,古埃及人明白,人是宇宙的模型,因此,对自己的了解也意味着对宇宙的了解。 他们明白,所有的科学也构成了一个整体,同样,专业、天文、医学、数学、艺术等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统一体,因此不能单独对待。 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科学和宗教密切相关是可以理解的。 考虑到这一点,古埃及人认为宇宙是由一位伟大的神创造的有意识的行为,而这位神并没有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他的功能或属性来表现。 象形文字Nator被译为上帝,但它不应被理解为上帝本身,而应被理解为宇宙功能,即上帝的功能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一个有生命的宇宙中。 因此,如果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就代表了所有被造物的形象。 因此,古埃及的宇宙学和宇宙论思想开始通过神话和符号来表达, 作为代表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的手段。 因此,神话成为知识交流的一个要素,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 在这里,作为对立面的悲剧和财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交汇在一起,就像宇宙法则那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埃及的神话缺乏历史价值,因为它只有在被揭示的那一刻才获得其深刻的意义。 而正是在那一刻,它被转化为科学和哲学知识。 就其本身而言,符号将作为理想的媒介发挥作用,它将允许对现实进行表述,并在此表述的基础上构建知识。 因此,现实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代表。 古埃及人从自然界中采用它们的符号,以表达的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与该行为相关的特定原则的含义。 例如,在墓中描绘的播种和收割的场景,将被解释为不是世俗的播种和收割行为, 而是一种通用的行为,其信息超越了精神的意义,即播种的就是收获的。 但是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人的概念是什么? 第一个流行的神话告诉人们,人类是从造物主阿图姆·拉的喜悦之类中诞生的, 当时他从混沌之水中救出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书神和特夫纳神。 通过这一神圣的行为,表明人类的存在具有积极的特征, 因为人类在本质上是直接来自神性的最高狂喜的果实。 其他版本的创世神话认为人类的诞生是造物主的巅峰之作, 是所有创造的结束。 因此,在创造了其他神、恶魔和各种实体之后, 造物主通过黏土并在孟非斯城的伟大伴神或克努母神的帮助下, 将生命的气息赋予人类。 随后,埃及的凯米将被创造出动物和植物,以及尼罗河, 因此新生命将生活在一个果园里。 然后,为了遏制混乱的力量,人们将被授予王权和政治, 第一个人类组织将出现,并以它自己为首, 因为在古埃及,法老就是神本身的化身。 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神,也不是自然界的精灵, 他们是尘世的,因此他们缺乏对不可见的东西采取行动的能力, 但正是通过他们与神的对话,他们可以接触到不可见的东西, 这使他们有能力成为两个维度,即尘世和神性之间的中介。 人类是造物主设计的项目,但有充分的自主权, 他们是两个世界的连接者,因此有自己的身份和自由, 甚至不受诸神的影响,关键在于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那部分黑暗本性, 不被混乱和无序的力量所诱导。 在《王灵书》第十七章中,使他能走向白昼的死者的主要反应之一是, 人作为一种身份在死亡现象后仍会存在。 死亡对人来说是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其最终的结束, 因此它也会对地球上的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它在地球上的大部分行为都会对它在不可见世界的存在产生影响。 古埃及人是一个不断存在的民族, 生命和死亡是同一场景的一部分, 一个作为另一个的直接和不间断的延伸。 死亡不只是生命的死亡, 而是生命的延续,灵性和身体的延续, 更新和永恒的延续。 埃及的死亡哲学可以通过从两个方面分析个人来理解。 BA,不朽的高级灵魂,心脏的双胞胎, 每个人的副本。 它是一种可塑的力量, 灵魂通过它介入生活的世界。 卡,死者空灵特性的双重底层, 活生生的,活跃的,死后生命的基础。 它在死后扮演着生前尘世身体的角色。 卡与卡比塔或Shadow相对, 后者是死后存在的第二个复合体。 其特点是一套基本的欲望、激情、恶习、缺陷, 它们分解并以鬼魂的身份表现出来。 埋葬的作用是保存地上的身体, 作为卡的住所。 所有埃及人的生活和哲学都是基于上述的基本概念。 BA和卡是个人在死后不可分割的双胞胎成分。 整个肉体被称为哈特。 所有这些都可以总结为古埃及人的一个主要前提, 学会生存、学会死亡。 埃及的哲学也是道德哲学。 在埃及,哲学被理解为一系列学说的实际应用。 这些学说意味着达到纯洁, 这将使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活动得到特殊的发展。 埃及的道德规范禁止亵渎神明、欺骗、偷窃、 被信弃义的杀戮、煽动暴乱或动荡以及残忍的对待人们, 即使他们是奴隶。 它还禁止醉酒、懒惰、不慎重的好奇心、 嫉妒、虐待邻居、堕胎、说国王或父母的坏话。 在禁止这些被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的同时, 还有各种关于善行的戒律, 其中向上帝提供应有的贡品、 喂养饥饿的人、 给裸体的人穿衣服和其他善行的戒律最为突出。 作为这些道德规定的基础和认可, 埃及人承认灵魂的不朽和死后的神圣审判, 以及与生前行为相应的奖励或惩罚, 因为他们肯定, 当身体分解或死亡时, 灵魂会通过出生或化身的方式相继进入其他身体。 在这个意义上, 父亲在家庭中的道德权威是法老在帝国中的道德权威的反应, 而法老因为他的精神进化和知识, 代表着神圣的法律或秩序。 埃及人认为婚姻结合是社会基础的必要条件, 也是提供人类幸福的因素, 其基础是爱、理解和相互忠诚。 慈善是社会对神灵表示感谢的方式, 他们明白拥有商品是神的恩赐, 而分享是对神灵的感激之情。 从法老到最卑微的雇员都对一种道德或正义感做出了回应, 只有当每个人在自己的良心面前, 在上级和下级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 这种道德或正义感才能成功。 对埃及人来说, 正义来自于上帝, 在人与人之间, 他被翻译成法律, 要求个人承担积极的责任, 尤其是在面对神圣的时候。 更多历史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古希腊哲学